我聞到有點像貓娘味 你是否追了? 我不是 要喝一口才說? 要 平時跟朋友去大排檔 我都喜歡叫大啤來啤啤它 這些又冷又爽的啤酒 就這樣喝又分不分價錢呢? 今天又請到位啤酒達人阿俊 來跟我們一起猜價 你可否透露我們今天試的啤酒 三種都是IPA IPA的名字是Indiapel L 它是L的其中一種 最主要是用了很多啤酒花來養的啤酒 不如我們先試第一種吧 一起喝一杯 我知道你想喝很久了 啤酒來說 我們首先不可以直接喝 我們要先看 欣賞一下 你會看到它的色澤 它的泡的厚度 綿密度 看完之後我們先聞一聞 那要不像紅酒一樣 不用 因為你聞一聞 你大概知道 你會給爐大概有個概念 這隻啤酒應該是怎樣的 我聞到有些甜味 有些水果味 因為它用美式啤酒花 它會有很多熱帶水果味 香味、紫蘇類的味道在裡面 我們先喝一下 先喝一下這個味道 我覺得這隻挺好喝 你之前就說很苦 但這不是苦嗎 對,我怕大家覺得苦 都很順 就是和我平日在吃東西 喊的啤酒都很像 我會覺得它層次更多 當然它的身體是辣的 我口味也會有一點苦 也沒出來了 是的,大家都放得到 有些苦有些苦 先試試第二款 乾杯 我們看看 我看到這個泡是高於剛才的 其實泡沫的生成都是釀酒師的心思 所以我們都不可以浪費 我們盡可能混合少許泡沫一起喝 這個口度都OK 我覺得紋落跟剛才是差不多 但味道很不同 我覺得 這款會偏向多一點草青味 piny 一些松香味 我還沒喝過這個味道 都是走開熱帶水的路線 看到這個 它的顏色跟剛才有些不同 這個是黃一點 還有是不是軸一點 因為我們釀酒有一個過程 叫做冷泡啤酒花 冷泡完啤酒花之後 有機會令它的酒身比較軸 它可能淺色一點 某程度就代表它用的墨牙 可能是比較淺色一點 好來到最後一隻了 第三隻 我現在就這樣看上去 我覺得這隻啤酒 它是通透很多 比剛才的頭兩隻 都是 你可以說我錯 我沒有 對呀 對呀 我聞到有點像貓糧味 為甚麼 這隻喝下去 是好像涼淡淡一點 比起剛才兩隻 嗯 酒身都比較薄一點 你說薄一點 是否真的稀一點 酒的重量 在你的舌頭上 你不會覺得很黏著 對呀 我想問一下 啤酒是否一定要冰冷 才是用來喝最好吃的 啤酒都有它自己的適飲溫度 如果一些層次不太複雜的啤酒 其實我都會建議 可能是零至七度這樣喝 一些層次多少 好像叫做Imperial style 一隻加強版的黑啤 通常就會提高一點溫度 大約16度左右 我們都試了三隻 不如來到我們的氣浴 猜一下價 看看誰最貴 我覺得最貴是B B 接著就是A 接著就是C 對了 這是我的答案 到你 我和你一樣 蛤 那我們揭揭一下A的價錢 A呢 是約30至40元 60至70元 是15至20元 咦 其實我們都適合了 對呀 你可否鼓勵一下我 一喝喝到中了 你很冷淡 你很厲害 你為何會猜到 因為其實我知道自己的口味 我喜歡喝一些便宜的東西 所以剛才我覺得C這隻是最好喝的 我已經鎖定它是最便宜的 那這兩隻怎樣分呢 我是從它的 我覺得這個層次多一點 那其實是不是苦一點就貴一點呢 啤酒的苦味來源 其實是來自啤酒花的 苦一點就代表它多了啤酒花 啤酒花固然都是一種成本 所以就會貴一點 你又說你不能喝苦的 是呀 但我覺得這三隻其實不是很苦 我覺得好喝 其實啤酒花的苦味 其實是跟蜜芽平衡的 都可能就這樣平衡了 味道你不是覺得很苦 怎樣才為之可以叫它做啤酒 我們說的啤酒 其實就有四種材料做出來的 就是有蜜芽 啤酒花 烤霧 還有水 我們要有四種材料 釀出來的發酵酒 我們才可以稱呼它為啤酒 玻璃瓶或者罐裝 喝出來的口味有沒有分別呢 啤酒花其實是一種很怕陽光的植物 它只要被太陽曬到 它就會有一股不好的味道 我們叫Skunk的味道 就會影響啤酒的風味 所以普遍我們都會認為 罐裝保存啤酒能力是比較高的 我們剛才試的這三種啤酒 都是一般的顏色 但其實我也有見過 例如黑啤 它們有什麼分別呢 它們的蜜芽是會隨著 它敲的溫度高而變色的 它用了越深色的蜜芽 釀出來的啤酒就會越深色 例如黑啤 可能有朱古力味 有些烤焦味 可能配甜品 或者其實黑啤配牛扒也不錯 啤酒就是比較便宜 或者我出去吃飯的時候 我怎樣叫啤酒 會被人覺得 其實我都是懂一些東西的 懂東西的話 一定是喝本地啤酒 本地啤酒 新鮮吧 真的嗎 為什麼 就是因為就在旁邊釀完 拿出來賣 剛才也說過 啤酒給人感覺就是 很貼地 很平民化 就不像紅酒 我們可以根據酒莊 年份 去分他們的價值 啤酒有沒有這些因素 可以影響到它的價錢便宜 其實就是因為它的釀造過程 可能做了一些特別的步驟 例如放進木桶上塵釀 可能這裡就會增加了釀造成本 所以啤酒有時候出來 就會百多二百元一枝 貴和便宜 其實最重要是喝的時候 喝得開心便可以 好像我剛才選擇這個 我就是自己個人口味 我就是喜歡它 就喝它 因應你的場合 需要去想喝什麼酒 並不是說 一定是有型 我就要喝這隻才有型 不是這樣 明白了 不如我們現在先喝一杯吧 對呀 耶 耶 耶 拜拜